刚刚你们在EV1的时候 然后聊到了这个小猫小狗的问题 你当时问的是 我是说假如这个另一半 可能对这个猫毛过敏 或者是介意你养猫的话 那会怎么办 但是这个我只是打个比方 如果说对方的女生说 你介意我的小狗的话 那我还是会养 对 这个问题到我身上 越冒越黑 然后你刚才说的是 就是说你介意了家猫 人家就介意你狗 你说不行 我还得养 没有 我只是说假如假如 大家有没有 如果说有另外一半 有这个的话 但是你已经养了一个小宠物的话 大家会怎么办 对 它就受不了 我是这样的 因为小猫对我来说 现在的我来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陪伴 我得看程度 就是我们俩到底会不会走到最后 我才能去想好猫该怎么办 因为我自己首先是舍不得的 但是如果说另一半是接受不了 我是愿意就是做出这样的牺牲 但是目前来说我不可以 对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 嗯 几位呢 我还是会选择养猫猫 对 因为我觉得它是先进入到我的生活的 对 但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 也要分析具体的感情情况 如果是我的话 说实话我会去 我会先考虑人 就再会去考虑宠物 先考量比如说 是不是有家人可以帮我去带养这个小宠物 然后我会定期去看望这个小猫 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它是更难去维系的 所以我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而去 说我们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分手 我不会 嗯 嗯 周琳呢 我过敏非常严重 所以这是我的困扰 是的 我觉得这样看是不是生理性的 比如说像林姐这种是生理性的 那不得不做出一些协调 我觉得你说生理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它是不是真的完全不能够克服 很生理上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什么 就是宠物对于像我们养宠物的人来说 它就是我的家人 它跟人是一样的 那是 那么除了是不是生理性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什么阶段 向我提出你的这个要求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约会 你告诉我说 你就不行 你让我放弃我的家人 那我更希望听到的是 我可能有这个问题 但我们能不能试着 你也让我试着尝试地接触看看 它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 但如果是在约会的初期 它让我放弃我的家庭成员的这一部分 在这个阶段我没有办法 是这样的 如果我去约会 刚约会 他告诉我 我跟他说我特别喜欢狗 他说你放弃狗 我说see you never 好吗 see you never bye bye 对 就是开始的时候 对 开始就结束 怎么不要那个后边 还得怎么互相牵上 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在热恋期 刚开始的热恋期 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除非他想要找一个借口 就是跟你分开离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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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